大家好,我是靈心社積層,很高興見到大家 開始今集內容之先,先賣賣自家的廣告 早幾天我發佈了文石最新的七寸page的開箱和規格分析影片 如果你正在尋找輕巧細尺寸的閱讀器 不妨去看看是否你的心水 若果你想輕鬆了解E-ink世界的精選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一週一集的E-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去製作影片 歡迎透過Buy Me A Coffee 或者YouTube的Superfans去贊助我 我真誠地感謝你 好,現在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數週 在E-ink世界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去片 第一則是E-ink新聞的介紹 Lilygo是一家位於中國深圳 專門研發和反售物聯網開發版的公司 他們有一款產品叫做T-TREAT電子紙開發版 是一個備有1.54吋黑白E-ink屏幕的顯示模組 近日有一位來自土耳其的程式設計師 購買了這個模組之後 為他編寫了一個手錶系統 名叫做Q-PaperOS 以及設計及3D打印出這個手錶殼 製造出真正能夠配戴在手腕上的E-ink手錶 Q-Paper Q-Paper的1.54吋黑白E-ink屏幕提供了200x200的解像度 不僅能夠顯示時間及日期 還能夠顯示其他有用的訊息 例如天氣預報及報數計 由於E-ink顯示屏的低功耗特性 手錶配備的250毫安電池可以使用大約5天 Q-Paper的核心是在ESP32晶片提供了多種功能 例如GPS定位及支持深度睡眠模式 可以在不使用的時候自動進入睡眠狀態 以致散電量 設計者為這款手錶專門編寫的Q-PaperOS 暫時已經實現了顯示時間、日期 顯示電池百分比等等的功能 未來還會計劃增加更多的功能進去 Q-Paper的外殼可以通過3D打印及組裝 設計者已經上載了相關檔案被人自行修改 再配上錶帶就可以製造出一款獨一無二的手錶 感謝設計師無私提供這個開放系統Q-PaperOS 如果你又能力3D打印 有興趣自行去製作一隻E-ink手錶的話 就可以自行去到LilyGo官網訂購相關的模組 跟著按住所付的配件 價格是由12.86美元至26.47美元不等 老實說,這一款Q-Paper配這個白色外殼 是挺小巧可愛,又有GPS 如果配合有尋找和定位的功能的話 我覺得也挺適合小朋友佩戴 成本大約是300多港元 如果未來有廠商製成商品 賣可能四五百元一隻的話 我估計也會有一定的市場 而透明殼的版本就更加具換味 未來不知道會不會真的有量產反售的版本呢 第二則繼續是E-ink新聞的介紹 小米科技在8月14日發布了一款 名為CyberDot 2的機械9 這款機械9擁有多種功能 包括人工智能、機器視覺、聲音變色等等 可以幫助使用者完成各種任務 此外CyberDot 2還具有可擦射的外殼 支持3D打印換裝 而讓我關注的其實是它還有一個隱藏版本 採用了原態科技的可變色彩色電子紙 E-ink Prisium 通過電流去轉換顏色 十分長眼 我的觀眾應該對E-ink Prisium不陌生 因為它向E-ink Weekly其實都出現了幾次 包括BMW的概念汽車i Vision D 以及原態科技和惠勒合作 推出貼了E-ink Prisium電子紙的智慧馬桶等等 它可以改變日常生活中所觸及的表面 實現顏色動態變化 讓個人表達及設計更加自入 亦可應用在建築外觀、裝潢間隔及汽車外殼等等的產品 尤其是它極低耗電、輕薄耐用的特質 又能夠耐水性耐塗刮 適合貼附在不同的立面及角色基板去整合 據了解,小米這一款生物 是尚未量產配備E-ink Prisium電子紙的 而是先以一個概念產品的形式去發表 後續會看回市場的需要去決定量產事情 以正常版本的CyberDog2 就已經在中國開售了 定價是12,999人民幣 這一款機械9的推出 將會為人們的生活帶來更多的樂趣和便利 同時也展示了原態科技的E-ink Prisium 可變色彩色電子紙的材料 在不同產品上的應用前景 我見到E-ink Prisium電子紙應用的範圍越來越廣泛 也挺難以觸摸 由首次登場的汽車 再到有樂器、智慧馬桶 再到剛剛介紹的機械9 我自己在想的是 這一款可變色電子紙 除了是一種獵奇式的新鮮感之外 它能不能夠在那個實際應用上 真是為人類帶來一種益處呢 這個應該才是 許成本之外能否普及的一個因素 否則無目的的變色 在新鮮感過後就顯得沒有意義了 當然能夠隨著心情的變換顏色 也是一種賣點來的 始終人的情緒有些時候真的很難測 不知你又有些甚麼看法呢 第三質是e-ink產品的介紹 更一有一個名叫做Max Van Naven的工程師 成功打造出一款創新的保麗來相機 讓使用者可以在世界各地即時拍攝照片 並且透過遠端的畫框可以即時顯示照片 這款相機的原型是它早附破損了的 Poleroid lens相機 經過改裝之後 這款相機可以再次拍攝照片 這款相機的創新之處在於 它整合了Rapberry Pi和攝像頭模組 使得這款相機能夠再次拍攝照片 但是為了保留保麗來相機的特色 這款相機不是直接在顯示屏上 是去顯示數碼相片的 而是透過Wi-Fi連接到遠端的畫框 即時顯示最新拍攝的照片 當使用這個攝像頭模組 去拍攝照片的時候 照片就會通過互聯網傳送到畫框上面 而畫框上面亦安裝了自己的 Ribrary Pi和電子墨水顯示屏 在整個過程裏面 那一張數碼照片是不會被永久保存的 這樣保留了一個即影即右的特點 一旦照片傳送到連接的畫框上面 它就會從相機裏面刪除 當拍攝另一張照片 並且傳送到畫框的時候 先前的照片就會被替換和刪除 而這一款相機的畫框 就創用了5.65吋的 E-ink ACEP7式的電子紙顯示屏 這一款顯示屏不單能夠模擬紙張的質感 亦能夠顯示出高清晰度的照片 而且這一款相機的畫框亦都非常變愧 可以隨時隨地欣賞到最新的照片 這款相機的創造者表示 他將這一款相機擺在祖母的家裏面 讓它可以隨時隨地欣賞到它的最新冒險 每當它拍攝到一張新照片的時候 就會在稍後的時間顯示在畫框上 所以這一款相機不單止保留了保麗萊相機的特色 同時都加入了現代科技的元素 讓人感覺到十分新奇有趣 我是十分十分喜歡這個設計者的意念 當你用保麗萊相機拍照之後 看到那張照片是在遠端的你所重視的那一個 不知道何時會刷新,但有一種牽掛 經過35秒的刷新時間 就會見到那張照片慢慢浮現 就好像一份突如其來的禮物 即是讓人不禁帶有一種期待感 然後可能會想像,它在哪裏呢 它想透過這張照片和我分享些甚麼呢 我應該怎樣回應呢 我一直推想下去,真是言情小說的情節利 是輾轉反則的極致 當然,以上這些都只是我的腦寶 真實的故事其實是乖孫 是用它來拍下他的生活 給祖母知道了解,很溫情 我也很喜歡 第四則是E-ink新聞 電子紙將會在世界各地的公共設施越來越普及 繼早前在澳洲雪梨成為了全球首個應用 彩色E-ink Kaleido Free Outdoor的智慧停車告示牌之後 這次來到加拿大 就是安大略省的墨西沙加市公共交通公司 Miray為當地的後車廳進行了一系列的測試 他們正在墨西沙加市 試用新型的數字屏幕 以改善公共交通後車廳的客戶體驗 這些數字屏幕會提供即時的下一班公車的資訊 並且會用異於理解的格式顯示給乘客知道 Miray正在測試兩種不同的數字屏幕 分別是13吋的E-ink屏和10吋的反式式LCD屏 以決定哪一種屏幕更加適合安裝在新的增強型公共後車廳上 E-ink屏會顯示黑白高對比度的訊息 並且會在屏幕的下方會有一個按鈕 按了之後就會聽到下一班公車的訊息會預音播放 這一種屏幕是已經安裝在墨西沙加谷大道 及福爾泰克里森特路口的1217號公車站上 為3號Brewer路線提供服務 而10吋反式式LCD屏就會顯示彩色的訊息 並且屏幕下方同樣有一個按鍵 按了之後顯示的訊息就會變成高對比度 及更加大的文字 這種屏幕亦都已經安裝在中央公園西路 及塞門尼克法院路口的0661號公車站上 而6號Credit Woodland路線及38號Credit View路線提供服務 而伴隨測試這兩種新的數字屏幕 Miway正在一些主要道路上 是安裝新的增強型公交後車廳 提供更加大的空間、更加多的座位 並且有加熱及封閉的庇護空間 以增加後車乘客在寒冷天氣當中的舒適度 Miway的增強型公交後車廳 計劃將會在未來五年實施 並且會在服務頻率較高的地點進行更換 好了,真是人比人比死人 不論是在英國還是香港 哪有這麼用心的巴士後車站 還有暖氣 如果有香港的話就要有冷氣 在我去過的香港巴士站裏面 我印象只有藍田是有密室後車站 有燈、有冷氣 算是我見識過最豪華的 英國雷丁這一邊 大多數的巴士站都比較殘舊 通常只有一個稍未能夠擋擋雨的頂蓋 不知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公共後車站 又會是怎樣的情況呢 嗯… 好,今集E-Ing Weekly的浪漫就慘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記得讚好我這段影片 才能夠讓到更加多人有機會看到這一段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g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Ing新聞就相對沒這麼廣告的時效性 未看上幾集的,有空可以補替回 如上一集我就介紹了 大術科技將會稍後在眾籌平台Indiegogo 推出全球首款採用E-Ing Cloud 3的25.3吋彩色顯示器 值得期待 如果你看到一些新奇有趣的 記得順手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另外我有一個歐啟眼筆書法的線上自修課程 內含大約是兩小時的教學影片和雜誌的材料 只需要成為我Buy Me A Coffee的月費會員 就可以取得觀看權限和我的批改 若果你或者你的親友人在英國 需要靠電子獨讀器或者相關配件的話 可以去我經營的網店E-Reader Pro那裏去逛逛 最新就上架了Hi-Read兩部新機 包括Gaze Note Plus CC和Gaze Mini 另外Dudru類子網近日也支援可以寄去台灣的 所有有關的資料 我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 感謝你的觀看 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裏了 我是積塵,下期已應weekly見,拜拜